歡迎各位觀眾繼續收看樓市事件 我們今日請到中原集團創品人施詠青先生 還有長億地產總裁汪敦景先生 跟我一起探討設立後的樓市前瞻 在聊天前不如我們報最新一期的CCL 上次最新收報是145.37點 按週微跌了0.31% 請兩位嘉賓談談 上星期政府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出爐 為了樓市撤立 政府全面撤立令不少前線代理說 撤立後立即多了很多客人的查詢 後市是否反映到樓價已止跌回升 會否有哪些物業最受惠 我剛才看到師生互相恭賀一番 但互相提醒 我們互相恭賀是因為成交多了 因為很多區都有三倍或以上的成交增加 無論一二十 互相提醒是說我們不要太興奮 師生都特別提醒 不要驚動它 總之我們好地掌握市場的需要 我自己本身是提醒地震台 我們這幾天看到不同板塊都有動動 譬如說居育如常 因為我們是草根區 三百萬以下一定是一百元吸引 甚至強分魔 有炒家入市買了 亦有炒家入來不看樓 五分鐘決定購買 即是有那些局面出 但算回私樓都佔多 我們全部都是二手 在我們地區性行較高價 農門都有連環成交 這個跡象好 市場不是單一 過了很多年不正常的市場生活 很多時放鬆一點 都是單一板塊放出 這次比較全面 我覺得反應暫時好和正常 我很同意 只要我們不要太忘形 繼續做好它 其實很多人需要買樓 很多人買樓 需要買層樓收租 這十三四年都好像不讓人買層樓收租 就覺得樓石亞洲做到這個效果 很多人需要上車 或者公屋住戶 很多人想搬上去買居屋 都有 我覺得暫時我們電腦是電汗 二手各式各樣的買家都有 先生又如何看出換樓鏈是否啟動了 我也為市場有這麼強的反應 覺得開心 原因主要不是我們生意會增加 而是之前 整個市場 來慢著悲觀的情緒 很多人好像對前景 失了信心 本來 買得起樓的人 買樓選擇租樓 這些香港人以前用家能夠買得起都會買 現在那個 信心似乎回來了 這件事 不止對房地產有利 對整個經濟都有利 香港人願意把他的財富放在 本地的資產上 應該是投香港的信心一票 這個就是好事 還有這一次的變 政府這次不只是設立 這麼簡單 他在 壓力測試方面 按揭 比例方面 或者是未來的供應方面 都是配合 社會 很多人的期望 跟之前 上次施政報告的時候 社會的感覺就是 社會就很緊張 覺得形勢很嚴峻 政府 不覺得那麼緊張 還說 會不會一放 樓價就會彈 一放 現在 膠頭量是彈的 這個彈是正常化 以前那麼低的膠頭量 是不正常的 那麼低的膠頭量 令到房地產失去流通性 買樓的人 單身買日容易 賣出難就不買 或者單身買日 的時候的價錢 賣出的時候的價錢 原來要虧 現在 這種恐懼 減少了 而 這種恐懼能夠 產生的變化 這次是 心理上 才產生變化 不是等實際效應出來 他那頭宣佈 下午就已經來了 不是說措施的效果出現 而是 市民覺得 政府這次 斷證沒有錯 你斷證沒有錯 你下藥才 會到 鐵市 不是的 所以 人們覺得 政府是 這次做得正確 而且 政府 不止做市場要求 還做特 即是 政府對問題的 嚴重性 有認識 如果 政府對這件事 已經意識到 政府手上 還有很多 措施可以用 還有 市長 我們 之前是面對 一場 信心危機 在樓市、股市或市面上 看到 香港人都對香港 很沒有信心 我覺得這次 如果我們 撕開 撕去看 其實政府 是巧妙 撤招 用到 炒家 因為炒家是一個 很特別的 角色 大多數 我們都可以當它是一個負面效果 但在市場最低迷 它可以在 最多人 全部人 很悲觀的情形下 他們更加興奮 因為他們 看數字 這個的確有少少 處理了信心問題 尤其是 當撤了辣之後 大家原來覺得 香港未死 市場未死 或者不是 不是一個 不是一潭死水 我們看到 生氣 很多人開心了 不是流格升跌的問題 原來我們市場仍在 有生氣 不是 人們說得 那麼悲情 我想這件事都很重要 尤其是阿尼差事取消 也反映到 起碼 香港政府 甚至內地看法 就是 美國加息的風險 不大 因為 完全撤退了 阿尼差事 這都是 在宏觀來說 是一個 好的信息 如果 處理 心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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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說 其實是心理因素 我先走 這次 處理到樓市之餘 更加重要 是處理到香港人的信心 我昨晚去 買魚 買魚都說 原來 樓價跌 傷害人們 很大 股市跌 都不會那麼少人買魚 樓價跌就少人買魚 又會開始 其實很影響民生 那個人住層樓 雖然自己沒有打算買 跌了兩百萬 一二百萬的大把 你想想 他的生活 再談那麼多悲情 他怎會開心 其實是負面情緒 解決到 開始解決得 很好的情況 普遍買家 聽兩位嘉賓說 信心都回來了 就正想問你下一題 香港股市和樓市都那麼低層 剛剛開始有些氣息 是否 人們好事說 將資金 轉為定存 之前是擺進去做定期 你們會否覺得撤辣後 會否吸引到 這批人 拿回銀行的錢 存款出來 轉來 賣磚頭 賣樓 現在這一刻 投資收租 現在這個環境 你覺得可不可以 是否應該拿錢出來 買一層樓收租 我們一直都在定存做研究 吸了我們很多 去年二三年 從未試過的情況 過去兩年 總共 本來不在市場 但吸了入定期 系統裏面有四萬億 四萬億是救我們 將全港住宅安協 還清兩次 即是我們很多錢 大家 市民都可以自我做個統計 看看身邊的人 對 定存的態度 我相信 由好著弱 變成有 開始有些嫌棄 因為定期存款的適合 便宜了很多 我想這是正常的 因為其實 現在的定存比較正常 我相信 陸續 已經有類似買家 這個已經在市場上 看到是一個有力 慢慢有力地回到市場 我相信 我們都願意 希望繼續 不要那麼快 讓我們掌握好一點 讓它慢慢有力回到市場 我覺得 這方面是樂觀的 近年新本買家聚焦在新香港人身上 在設立後 他們和本地的香港人 都擁有同樣的待遇 即是無論稅交同樣的稅 你覺得會不會加速 他們的新香港人來香港投資買樓 會不會多了這批購買力 來香港買樓 你切了那之後 就解除了 最主要的阻力 因為如果你以前不是 香港人 你要買樓 你要給山城的買家印花稅 去年 減了辣之後 都要給15% 15%不是一個小數 你 現在香港 買樓收租 一般只有兩年多 當你三厘 15%都差不多 等於五年的租金收入 你買樓收租 到頭五年的錢 就拿去給印花稅 有段時間沒有回報 當然 對 買樓收租 起著一定的壓抑作用 現在 沒有了 沒有了 他當然會買 除了外來人買 我遇到相當多的 是一些 Family Office 機構投資者 因為以前 你用有限公司買 都當你是 外來人士一模一樣 都是要給買家印花稅 現在沒有 樓突然便宜了很多 有些人以前15%、16% 現在發覺不用交買家印花稅 交標準印花稅 每個人都 算不定的數字都算不定 所以那方面是有增加的 但是 這種增加現在暫時 未曾去到妨礙 香港人 買樓 現在只能夠 它起了什麼作用 協助了有些香港人討厭 或者協助了發展商 解決它的 貨美問題 資金回籠問題 因為之前 交投量那麼少 發展商 沒有辦法 賣得了新樓 貨美積墜得越來越多 資金回籠得越來越慢 你叫它怎麼投地 如果它不投地 又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 而且還會影響 他們發展香港的能力 他們的錢 收不回 沒有投地 政府還說 我們接下來會增加供應 起樓 發展那個 都沒有能力 怎麼增加供應 所以我說 如果你搞到發展商 沒有能力 買地 蓋樓 接下來 樓宇供應 不會多 所以為了香港能夠 正常化 你也要協助 發展商的資金 可以 不斷地 運用 可以不斷地回籠 它才可以 繼續為香港建設 我覺得香港人很多都忽略了 其實這幾年 是在做一個 很大的人口政策 因為其實 你看到 看回數字 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些人搶很多人移民酒 但問題呢 你會發覺 來到現在 我們人口又重新 回復增長 為什麼呢 因為填了很多 人進來 那麼 英國人口政策 當然是 這兩年是成功的 但我們看到 其實量很大 當然 這個量是 潛在量 不會一刹子 但問題是 我們 現在香港已經是一個 開了四面門 歡迎外來人進來 既然我們政策是這樣 如果我們是歡迎 而我們歡迎那個規格 似乎都是想 較有知識水平的人 如果我們是這個政策 其實我們就不應該 在這方面 叫人給得更加多稅 因為你既然是搶人才 或者用 人才 怎樣經營人才事業 是一個 城市的主要計劃 而且是數以十萬計劃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 我們又開放城門 長遠是對地產有一個有力 但是 我們不用怕會惡性 因為我們有足夠時間去配入供應 因為它不是一下子 似乎都 不算來得太急 但是我們是處理到 但是有關的買家 我買家 即是說 犯香港人 犯新香港人 我想 跟租務市場 起碼10%以上 賣租務不止 也有正面作用 我們 只要政府不要忽略 其實我們有足夠時間 給足夠供應出來 等於 樓市應該 不會太差 最好很多因素 都細細長流利 明白 那不要嚇唬人 也是 今天多謝兩位嘉賓和我們分享樓市的狀況 也多謝各位觀眾繼續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